这个以后的工作怎么才打算呢 工作等小孩生完 因为妈我问你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也没退休 现在也帮不上忙 就是你怎么打算呢 想以后开个店吧 等孩子大一点 还是大点说吧 但是一两岁的也走不开一个人 他们告诉我有小孩了 我也没太高兴说实话 怀孕算是意外吧 你上层建筑得在经济基础之上 你一个人挣的钱再多 你不计俩人挣 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 如果是朝九晚五的话 那肯定会有一层一层的压力 作为女同志来说 你自己得有一个事业 你老在旧留在家庭上 长时间的就跟社会脱轨了 明年去查去说 看看咱那羊水涨没涨 对 今天是宋军军38周产检的日子 因为之前的产检显示胎儿养水偏少 这让准妈妈宋军军 今年的心情格外紧张 做一个胎心监护 相对于准妈妈宋军军来说 准妈妈陈隆也同样紧张 在进行胎心监护的时候 细心的陈隆突然发现了 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但是接下来的必超检查 才是真正让他们担心和焦虑的核心问题 孩子的羊水是否达到正常水平 孩子的大小是否适合自然分娩 紧张和焦虑都写在了这对准爸妈的脸上 羊水多少斤呢 最少的时候是3.9吧 以前多了一些啊 这多少 平行下来是4.5这个样子 哦 价靠绿产期越来越近 到底是选择怎样的方式把孩子生下来 还是悬而非绝 水中的自然分娩 我也不是鱼 我也不在水中生活的 它们在水中生活它没办法 对啊 你为什么要重阳媚外呢 什么叫重阳媚外啊 自然那就不重阳媚外 那咱就请接上脖子来 那就跟我传统 那你请啊 你请得到 我就生 预产期一天天宁静 腹中的宝贝一天天长大 远在苏州的宋军军的母亲 也专程赶了过来 第一次看见女儿大着肚子的样子 准姥姥既幸福又心疼 我当然大了 我这个东西 我都要抱抱她的肚子了 蛮可爱的 你今天累不累啊 可以 没有走多少路 见到母亲宋军军迫不及待地 把水中分娩的想法告诉了妈妈 因为经过准爸爸成龙的劝说 和医生的解释 宋军军也希望能够尝试水中分娩 但是这样的想法 却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 我感觉那种不好 顺残顺下 剩下就好了 那种水中生的人 还是不要去做事业 成龙要这样的嘛 然后查了一下 我的情况还是可以的 不行 我感觉那种不好 我们中午你不是生的小孩 不要洗手啊 不要冷水 你那个自在水里边好不好 母亲的话让你